时间来到了2023年11月份 给大家介绍一下 11月份 80年的这种五块钱 在收藏市场上面最新的价格表 80年的这种五块钱 我们简称为805 它是第400人民币 如果是像我手里面这种 散账的全新的 如果是全品的话 在收藏市场上面 价格在11到12一张 如果是9品的话 价格在8块左右一张 如果是8品的话价格在6块 7品或者以下 基本上就是一个面子价 如果是标准的10年号 那么他们 在收藏市场上面 价值在130左右 如果是一整刀 100张年号的刀币 价格在167 100张年号就是一整刀 上面介绍的价格 基本上都是普通版本的价格 如果是一些少见的品种 比如说少见的罐号 首发罐还有就是博号罐 这种单张全新的价值 要6V高一点 博号罐主要就是 JJJXJWJOJN JJIJOJNJM 如果是单张全新的 是这些罐号的话 他们的单张的价格在30到50 如果是CP的首发罐 如果是CP的首发罐 他们的价格在30到100 普号的罐号 大家一定要重点看一看 前面的这种英文字母 这是它的罐号 这张是JJN 它就是普号 然后这张它是JN 这张它也是普号罐 像这种单张全新的 它就要比这种散张的 全新的要贵一点 这种在收藏市场上面 至少是三五十一张 像这种普通罐号的RD 像这种在收藏市场上面 价格要便宜一些 基本上像这种评级币 评级好的 一般价格在15到20 裸币的话 单张全新的价格在12左右 除了少见罐号 还有就是少见的号码 特殊的号码 它们的价值也要高一些 比如说像我手中 这种尾数三个八的报纸号 像这种单张全新的 在收藏市场上面 至少价值都是50左右一张 尾四铜的 四字号 尾五铜的老五号等等 尾数相同的数字越多 价格越贵 还有就是市场上面 比较热门的 还有顺值号 顺值号就是1235等等 还有就是市场上面 非常热门的一种号码 叫导字号 它们是由01689组成的 数字号码 它们也要比普通的那种号码 价值要高 大家在收藏这种 805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 它的品项 还有就是 它是不是属于 比较少见的罐号和少见的号码 好了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分享 记得点赞 关注收藏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